大家好 如果上個月大家有看過報復式消費的影片 都知道我是買了這個包包的 就是CELINE SANGLE MEDIUM SIZE 這個包包大家似乎很有興趣 就問我可不可以做review 各樣各樣 當然是可以 我都用了整個月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包包是否值得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看下去 可能大家看了這個包包都無限多次 因為是back review 所以我也要循例展示一下 究竟它有什麼乾坤的 這個包包是比較長的 不是打橫的 是比較直的 裡面是一個大洞 先拔開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一個大洞 其實是有一個包包的 就是這個位置 可能太黑也看不到 後面的位置是有一個包包的 前面的一部分有一個櫃 可以放一些比較私人的東西 但櫃其實我是沒有用的 我最多都是用一個包包的 除了一個包包外 前面已經有一個大洞 這裡有四個包包 而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前面有一個包包 旁邊的兩個位置都是有包包的 後面都是有包包的 如果想放在後面都方便 包包已經沒有部分 純粹這樣放進去 沒有拉鍊、啪鈕等 然後帶子是屬於短的櫃帶 小的尺寸 那條尺寸比較長 但是這個是大尺寸 所以帶子是短的 而帶子是可以拆出來的 很容易就已經拆出來 但是你用這個袋是不會拆出來的 所以配這條尺寸會好一點 而開關的地方就是這樣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扣 前面這個位置也有一個圓圈的扣 所以開關的時候就是這樣 勾一勾它就會鎖住了 哎呀不成功 等再來一個 勾一勾它 它就鎖住了 包包開不了 但是如果你說很擔心它有沒有拉鍊 是沒有的 它鎖住了之後是這樣的 中間那邊鎖住 這裡和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如果要打開的話 其實它有時候會自己發開的 因為它勾著 它不是真的拋死了 所以有時候自己都會 那個位置適合的話 它都會打開的 整個袋來說都是皮 我這個是Green Leather 不是Smooth Leather 摸下去是有質感有紋的 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因為Smooth Leather比較容易刮花 裡面的大孔是做了Sway的物料 我覺得都很不錯 然後底部就沒有腳 是皮的底部 好像做了我們那些摺袋 底部就是這樣的 底部其實我覺得都很厚 因為就算我現在的包包裡面有東西 你不看到底部是硬硬蠶蠶不平均的 我覺得這裏都蠻好 因為我感覺上底部好像比包包厚 會厚一點點 就變了射了點力 你不會裝完這些東西之後 這裡硬硬蠶蠶不平均的 如果你有去過店鋪試這個包包 相信你跟我當初的感覺都是一樣 很重 對了 你一拿起這個包包包 尤其是這個尺寸 裡面沒有東西都好 你一拿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聚首 然後腦袋就會想 究竟我用不用 雖然你的容量很大 但似乎放一點東西 就已經很重了 我還用不可以用這個包包呢 這個也是我當初的關心 所以我遲遲搞來搞去都沒買這個包包的原因 因為每次我去Selene拿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重 再放東西下去得了 所以我是買二手這個包包 因為我不肯定我真的會不會用得到 但買完二手之後 我也試過整個月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又是那句 雖然它容量很大 但你見我放的東西都不太多 我現在給大家看我包包裡面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頗為最適合的 如果日常來說 你要在街上上班 要上班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再放多些東西進去 就真的未必用得到 真的會好像丹麗一樣 我們現在先看看我包包裡面有什麼事 我包包前面這個位置 我通常是不放東西的 我一會兒背上身就知道了 因為我背上身後 它會這樣掉出來 所以很容易被人潛東西 所以這個我就不放東西 除非我逛街買東西 有些單位我會放進去 然後回到家才處理 單位應該沒有人偷我的 所以不怕了 前面這個位置我會放我的電話 我會放在後面這個位置 我會放在後面這個位置 我通常去店鋪的話 我會放在後面這個位置 我會放在後面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不是經常用 也不怕被人偷 你偷就偷 然後這個位置我還是比較少用 因為電話已經放在這裏 裡面的大孔 不如我們先說 鎖匙包 鎖匙包 要回家的 一定要有鎖匙包 然後我有CELINE的 RESITO 裡面是放了一些Coupons 就是TIME SQUARE 之前買的Coupons 不知道什麼時候用 但都帶著一些 如果經過的話有東西買就買 另外就是Coupons Coupons 另外還有一個Coupons 我忘記了 是去餐廳吃東西 那時候他們送的 我看到它是每個包包 我會帶著一個 只要自己帶著那個 面膜 可能被帶斷了都可以換 基本上 這個包包的位置 放開 這個包包的位置就完成了 現在就說一下大孔的位置 有什麼 大孔的位置 我們現在還要帶傘 所以我有一把傘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下雨 另外 我就有這個必備的 就是Louis Vuitton的包包 裡面有什麼什麼 潤唇膏 還有香水 還有一個粉盒 有時候用來補妝 你知道 有時候隨口罩吃東西 這些邊位 很醜 用來補妝 另外 就有 紙巾 我也有幾包 包包大 就是這樣的 紙巾 還有一包濕紙巾 還有糖 還有搓手液 然後 最後就是這個包包 大家可能看到 為什麼包包這麼大 用這麼小的包包 一定放得下 但有一個問題 長銀包加上這個傘 很重 剛才我說過 包包本身也很重 所以我避免自己擔泥 我把長銀包的食材 放在Balenciaga的包包 讓包包沒那麼重 剛才大家看我拿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是濕濕聲聲的 不大件 不重 但是加起來 再加上這個包包 我已經覺得剛剛好 當然如果我要VLOG的日子 我會把相機和Mini腳架放進去 是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你看到包包都非常大 但是相機腳架、銀包、傘 都已經很重 再加上包包本身也很重 我覺得加上相機已經是結束了 再加多一部電話已經結束了 我沒辦法再揹更多東西出去 因為是真的重 而且開始辛苦 亦好像擔泥 所以就是這樣 除了我剛才那些東西 再加多一個電話、相機之外 沒有了 但有些朋友可能看到 因為它的尺寸這麼大 所以覺得上班很好 可能要戴iPad或電腦 絕對可以放進去 但我也是那句 會很重的 因為你想想你的手機多少斤 你的iPad都不少東西 雖然它是薄的 但都很重的 如果再加上你自己的濕濕 或你的東西 可能比我剛才拿出來的話 你真的會很重 你真的不會怨揹這個包包 而且你會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如果你要揹手機或iPad 你是點到點的 例如你自己開車或搭的士 你點到點的 你只是負責揹個包包 或者走上樓或搭升降機 那是OK的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這些人 我要搭巴士、搭地鐵 我的路程都比較遙遠的上班 那我就絕對不建議你買這個包包 用來安裝你的電腦、iPad 再加上你東西 如果你說我剛才那堆東西的話 其實拿起包包的時候 因為都是那句 包包的重量是重的 但我覺得它的力學設計都不錯 它用了一條短一點的Canvas帶 這個Canvas帶是闊的 所以你揹上肩膀的時候 是沒有你拿著那麼辛苦、那麼重的 因為那個聚焦點在你肩膀上散開了 射了點力 反而我覺得剛才那些東西加上這個包包 揹上肩膀的時候 是驚訝沒有你拿著那麼重的 但都是那句話 如果你要放些很重的東西 無論你拿著或揹著都是重的 揹上身給大家看看 我5呎7吋高 這個包包揹上去都很大 當然它這裡有一個厚度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它會是平面拿著那麼多位置 但上面就會滑下去 剛才我說了 為什麼這個位置 我不會放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這樣揹完之後 你的腳底或夾著這裡 或者手這樣放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會滑出來的 所以我不建議你們把電話 尤其是你們的電話放在這裡 很危險的 一拿就拿了你自己不知道 反而如果電話 先拿一拿 放在前面這個位置 因為我的手通常都是這樣 其實是遮蓋這個位置 反而我覺得安全一點 你不用整天去抹袋去拿電話 背上去就大概這樣 我覺得它的感覺都蠻瀟灑的 因為它的包包夠大 要拿東西的時候我就會這樣捉著這個 然後拿開就進去潛 我要潛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 雖然它的包包大 但都沒試過拿不到我要拿的東西 感覺上要拿紙巾就拿到紙巾 要拿包包就拿到包包 所以我都覺得方便 唯獨是一樣東西 現在我揹著 我跟你們說 記不記得扣子 我剛才不是跟你們說 後面這裡好像有個歐 這個位置 其實我自己揹上身的時候 我是不扣袋的 因為扣來我覺得都沒位 只要你開的時候 又要對準到位置去扣 我覺得很煩 反正袋子本身都會這樣放進去 我就是不扣的 但有一件事我留意到 我用一下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個勾位 會勾著我前面的東西 給我走走走的時候 當我要開個包包 我就覺得為什麼開不了 原來它是勾著了 那我就要秤一秤皮 然後我才可以開到這個包包 好了 說了這麼久 究竟我會不會推薦這個包包 其實這個look我是很喜歡的 尤其是揹上身的時候 我覺得都夠大 夠carefree 看起來好像很casual 很適合我 因為我有這麼高 所以揹上去都不會覺得過大 我覺得我喜歡這個look 而且我喜歡它沒什麼 CELINE的包包包都是很nice 就是它的logo小小小小 你看不到的 所以你選擇一個顏色你喜歡的話 基本上不需要特別配襯它 我穿什麼顏色衣服都可以配襯到 我穿什麼款式 例如我穿Hoodie都可以配襯到 我不需要特意找衣服配襯袋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是重量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到 其實我買回來之後我開始用 剛才說過我覺得揹上肩膀沒有拿著這麼重 而這個包包是不會拿著的 因為其實都不是幾層拿著 而且如果你不高的話 拿著很容易會拖地 因為這裡也有這麼長 雖然帶短了 拿著都不方便 最好就是揹上肩膀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買這個包包 想著要放很多東西出街的 好裝得的 例如你是媽媽級 要奶粉袋 千萬不要選這個 重死你 因為你弄完 扔所有東西下去之後 你基本上是不能出街的重度 所以如果你要放很多東西的話 我就絕對絕對不建議了 因為你去拿一下你都知道 其實包包本身都是重的 但如果你像我這樣 我喜歡它的尺寸 我其實平常又不是真的很多東西要拿的 帶到我的材料 我可以放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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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放在街上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這樣用是OK的 我最初都覺得 其實沒有拉鍊在街上 口罩那麼闊 好像很不安全 然後它這個扣很麻煩 又要在隔隔底 又要鎖住它又開 我另外一個最初時的問題 都是因為它這個扣 我一看到這個扣 我覺得很麻煩 然後連Mr.Honey有一次跟我看這個包包 他看到這個扣 他都跟我說 你會覺得很麻煩 我身邊的人都知道我是這樣 所以遲遲沒有買的 但我用的時候 實際上我真的不會用到這個扣 剛才都演繹給大家看 其實你都已經夾著了 它已經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是安全的 但是看你跟我的角度是相差多遠 你說不是我真的要有條拉鍊 我才覺得100%安心 我都怕別人會潛東西 那就沒得好說 因為其實它這裏都深的 如果你不放些東西放到表面 要這樣潛都有點功夫 而且你都一定知道 因為你的手已經在這裏 你的手臂已經在這裏掩住 其實有多少位給別人去潛東西 而袋子本身都不是淺 所以如果別人要淺 都要費一番功夫 這樣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方便度和安全度都是OK的 起碼背上身後 它的口不是抹得很大 我經常說那些袋抹得很大 就好像叫別人來偷我的東西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它背後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這個袋我有沒有後悔呢 我完全沒有後悔 我買完回來就背足這麼多次 每一次出街 去公司做Live 做Vlog 甚至乎跟Mr.Honey去吃飯 我都是背著它 我覺得它是方便、易用、易襯 這些都是符合我個人原則 所以我喜歡它 但我想你們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買二手的 你的袋是便宜很多 原價我拍這條影片的時間 這個袋是$19,500 都超過$20,000 我買的是$11,000 其實是便宜很多 當然我當然覺得值得 但如果你說我現在有這個袋的經驗 我用過了 如果我真的不見了這個袋 我去專門店要買一個的話 我會不會去買呢?用原價 我會 因為我確認得到就是我用得到 這個都很重要 我最初不想用原價去買 甚至乎我有關心 都是我跟你說那幾樣東西 又重、扣又麻煩 又不知道是否安全 所以這個都令到我為何在專門店卻步 但我試完之後 我覺得如果要去買 我絕對都會去買 我是喜歡的 但我知道這個袋很尷尬 因為很個人 如果你喜歡它的樣子 你承受重量OK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袋OK 但如果你說它的樣子都比較乾淨 我喜歡一些很便宜的 但其實我買它 又想放到電腦 放到很多東西 當是一個很隨便的袋 我覺得就反而未必適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袋是喜歡就喜歡它 不喜歡它也找到很多理由不喜歡它 說得差不多了 希望這個評價幫到大家 看看這個袋是否適合自己 下次再見 拜拜